我剛從六號門那邊進來 因為北京機場真的有點大 所以帶大家快速導覽一下 現在2023 四月份的北京機場 這邊可以看得到樓下有星巴克 那當然就是 要出鏡的是在樓上 那如果路進的話呢就是 會在樓下那邊 所以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出鏡大廳 因為出鏡大廳有點大 所以你不知道你的號碼在哪裡的話呢 你可以去那個看板那邊看 因為我們是 港澳台嘛 所以來這邊看一下 我是12點 30分的CI512台北 所以在D23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D23在哪裡 那它的那個英文數字都寫在這上面 那FH 然後這邊是E 那D的話呢就在 這邊 因為這真的還蠻大的齁 那邊ABCD這樣 那因為它D分兩側 這邊是E23這樣排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的D的號碼 應該是從那邊那一頭一路算過來 那D2324在中間那裡 那因為現在是北京時間9點了 我的班機是12點半 所以現在呢 基本上是都沒有人 因為都還沒有開櫃 所以說呢 現在呢 先簡單的呢 帶大家稍微逛一下這個 呃 首都機場 第三航廈 然後 的出境大廳 稍微 帶大家稍微逛一圈 看一下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從這邊出境了 所以就順便先看一下 現在有哪一些店家還有營業這樣 它這邊就是從A一直排下去 一直到JKL 最後面那個就是L 我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 放大看一下 最後就是JKL那邊 這邊也可以看得到它的地圖 所以呢 我們現在是在F跟H的中間 所以最後就是L 那它的那個商店呢 就幾乎集中在兩側的後面 然後這一整排都是那個 自助直機的部分 這邊走過來呢 可以看到它一二樓的那個商店 我說其實北京機場啊 吃的還蠻多的 它這邊有大骨米線啊 然後也有水餃啊 跟這些 呃蝦餃 腸粉啊 蝦餃腸粉 雲吞麵 樓上有蘭州牛肉麵 跟其他店家 那這邊也有北京同仁堂 還有全聚等 上面這裡也有那個漢堡網 然後這邊是國內出發 從這邊要過海關 那因為呢 我們是 要回台灣 所以等一下要走這邊 這一個 港澳台出發的這邊 這個通道 那這個還蠻壯觀的喔 看一下 這裡有寫 紫 微 陳 橫 他這個龍啊 做的真的超像的 他如果裡面那顆會旋轉喔 那是真的很厲害 然後旁邊呢 有星巴拉克 這還蠻可愛的 欸這還蠻可愛的 欸這姿勢很可以喔 我幫他拿一台gopo 這樣 應該很可以 這些公仔都好可愛 這個看起來好像陶瓷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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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這邊呢 他的二樓呢 上面全部都是 沒有的 現在這邊 現在這邊全部 二樓上面都是沒有的 這個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疫情以前的時候 二樓上面應該都是有的 在 在 E的這邊呢 下面這裡有個 小米店 那在這個 D的後面呢 這邊有一個 Lawson在這邊 那前面那邊還有一家店 那就沒了 喔那不是店 那邊有一個 中國銀行 那接下來呢 ABC這邊呢 後面就沒有了 二樓也都沒有 有點可惜啊 那等一下我們要做的呢 中華航空呢 他的那個 第一的這邊的櫃位呢 已經開始開櫃了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了 OK 所以要準備帶行李去排隊了 然後很多人呢 都不先填好 等到這邊呢 到這邊才在開始掃碼 要不然就是 在這機的櫃台呢 就直接要走回去掃碼這樣 那現在出入境的話呢 就是也是要填寫這個 海關的這個申報 出入境的健康生命的申報 所以說呢 因為我是在微信上面 直接掃這個碼 上去填的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24小時 填一填就可以了 然後過海關的時候 他會跟你掃碼這樣 所以呢 你如果有出入境的話 你都要掃一次 他們準備先過安檢 過海關 因為現在沒有自排棒 所以現在走路起來都會抖來抖去 那畫面都很抖 剛剛過完那個海關 現在要準備走去那邊 搭接駁交通車 到我們要搭飛機的那個號碼 因為呢 背包裡面呢 有那個電腦 然後又有GoPro 又有一些電池 又有充電寶 所以剛剛在檢查的時候 他們檢查非常詳細 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東西都要拿出來 然後再過一次 X-Ray這樣 所以呢 就真的 海關檢查會真的有一點久 那這邊會有寫 港澳台出發 01到62 我們是25 然後國內是01到58 所以這裡沒有01到58 好 所以呢 等下從T3的這個C呢 要做到那個01的位置 所以這邊呢 也還是可以看得到航班的資訊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是哪一個號碼 除了看自己的登機票以外 還可以看這邊的 然後這邊如果掃完二位馬之後呢 要到這邊來準備過海關 現在 走出來之後呢 125是要往左邊那邊走 那也可以看得到免稅店 後面那邊有一些商家 我看到好像還沒開門 125 往那邊 那目前這邊也都還沒有開啊 不知道是不是太早 左邊也這邊也還沒開 這個就是剛剛看到的免稅店 那這些都還沒開 這個裡面蓋這個也蓋得太漂亮了吧 但是很可惜啊 旁邊的那些店也都還沒開 後面的 那上面那邊有個休息室 這個登機口一樣只走 因為北京機場真的很大 這邊右邊左邊呢 都可以 都有這個登機門都可以看到飛機 結果連登機門旁邊的星巴克也沒有開 現在125在這邊 那邊寫12點30分 CR512 但是重點是 我還沒有看到飛機耶 現在這邊都還沒有看到飛機在哪裡 有另外一邊也還沒有看到 所以到底飛機去哪裡 因為現在是 他說是北京時間 11點 快10分鐘 飛機還沒出現 然後這邊都沒有東西吃 結果我剛剛看到我們的飛機降落了 11點左右的時候剛降落 然後降落完了之後呢 他要去那邊左轉 再左轉 再左轉之後 然後這邊右轉過來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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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